台瘦公司總經理林建蘭 今天去訪問主管議員 來跟扶尼管治府 進行第一次的交通別台會議 跟府區的五點檢榮 跟生理農業安定基金 頂集的議題進行討論 管理理智翁再一次強調 希望大家可以用透明 生意跟負責人的態度 來劃改導你的正義 他是透明的機制 他是負責任的 他是有從意的 他是負責任的 然後他會看到一些議會 可以建立相同 可長可久的一個溝通的機制 也能夠讓企業跟在地 能夠共存共同 這是我們的同意 本地管治府方面 是由府管理的地方典 來跟台瘦協調 先讓進行究竟三點幾個討論後 台瘦董議協助處理會議 以及推動生態各個方向 頂頂的要求 協助本線處理一般的事物 還有包括這個 推動生態工業園區 還有這個推動環境教育 這個部分他們都願意來進行 但是在大家同時的 烏接議題上 台瘦占士也沒有同意 盡收媒體各種優惠 進燒生媒及石油膠的部分 台瘦公司他們願意就這個 整個影響的影響 還有它推動的時程 以及這個相關的配套措施 他們要進行狀案的研究 那另外呢他們也表示 會進行相關可行性的一個評估 那這部分我們是爭議比較大 我們認為這個有關於 進燒生媒跟石油膠 是我們雲林縣政府勢在必行的一個 做法跟政策 另外有關四年30億的農業安定基金 台瘦會中也沒有表示同意 是不是要繼續提供這筆錢 會一處會議再討論 這個促進農業安定基金 還有包括這個健康風險基金的部分 他們都會帶回去研究在 在下一次會議的情況 會期結束了 台瘦公民的情緣 不願意針對今天的討論事項 標示人和意見 記者 宜民委 蔡王報道